Hello 大家好 我是Rita 蓉蓉媽咪 我們現在來到烘焙展示囉 要幫大家開箱原物料 還有大家最愛的甜點伴手禮區 從MG的路口一進來了 我們可以看到Top30的台灣烘焙大賞 來看看前30名有哪些好吃的甜點吧 大家就來看一下Top30有哪些咧 今年的潛力獎主題是泡芙 所以參展的全部都是泡芙 我們來看一下優選的店家有這些 泡芙有很多有長條狀的也有圓的 就是看個人喜好 像這個鋁合泡芙之家 接下來它就是做比較特別的是熱狗冰心泡芙 這個是金獎也就是第一名的泡芙 我們可以看一下是在台北諾特桃園機場店的泡芙 接下來我們可以看到非常有名的烘焙連鎖店 叫做奧馬烘焙 它的入選的作品則是它的薔葉冰心抹茶 上網看過評價大家覺得它的抹茶會非常的香濃 很喜歡抹茶的人千萬不要錯過這一家喔 那這個就是Top30一樣也是春上布丁蛋糕 它的入圍作品就是它的經典原味 吃起來鬆軟濕潤 而且裡面還有濃郁的蛋香喔 推薦大家喜歡這種小小的傳統蛋糕的話 可以來試試看這一家 好我們接下來來到原物料區 我們現在來到的是德賣 德賣是專精門經營外國的原物料的進口商 我們可以看一下喔 它非常非常多的那個原物料 像這個 西班牙製的西班牙黑騎士可可粉 還有這個 馬來西亞製的 繁蠔跟苦甜可可籽 那這邊一整排全部都是可可系列 這裡還有比利時的鬆餅粉 那假設你想要做比利時鬆餅的話 絕對不可以欠缺的就是這個珍珠糖了 這邊也有賣喔 那另外這邊可以看到凱薩林麵粉 牛類吐司專用配方日本製的喔 完全日本原裝進 日本進口 然後再到台灣來分裝的 那凱薩林麵粉呢 相對於一般麵粉來說 雖然說價格比較高 不過它因為它是用比較好的小麥下去做的 那這邊很貼心的是啊 它除了你如果你真的用不完 你可以買這個一公斤裝的就好了 那假設你是需要比較大的原物料啊 你可以看看這個 它還有三公斤裝的 那另外到這邊咧 它還有販賣韓國麵包粉 很方便 直接你不用調粉 直接用這個就可以做出那種 比較Q彈的韓國麵包 那這邊咧 我們除了那個剛剛看過的巧克力 跟麵粉以外啦 還有麥糖喔 這個是三溫糖 也是日本製的 它的顏色比較深 比較像那個特砂的那種感覺 不過它有股特殊的香氣 那這個上白糖咧 它也是日本製的砂糖 那它是白砂糖 那它的甜度咧 我覺得跟台灣人來講沒有特別的高 不過它有股特別的香甜的味道 如果很喜歡日系的品牌的話 千萬不要錯過這家得賣喔 它販賣非常多國外進口的原物料喔 好我們現在來到另外一家原物料公司 是蓮華製粉 它是台灣相當知名的品牌喔 它強調從小麥開始到後面的麵粉生產製造 都是在台灣進行的喔 它旗下的品牌咧 有駱駝牌 水手牌 還有家和牌 家和牌 家和牌就是大家所熟知的鼎泰峰的專用麵粉 我自己本人咧 非常喜歡使用家和牌喔 它的中筋麵粉咧 雖然說機性感覺比較高 有點難揉 但是我通常都會加入一樣 也是家和牌的低筋麵粉 這樣就會變得比較好揉一點點 那通常咧 大家都以為麵粉都是只有這麼大的 大的袋裝 可是蓮華製粉的貼心 它這幾年開始推出比較小一點的包裝 大部分大家看到都是1公斤裝的嘛 可是家和牌咧 最近推出了500克裝的 所以假設你是烘焙新手 小白的話咧 一開始買不了又這麼多麵粉 可以用500克的先入手就好了 介紹完麵粉類咧 我們現在就來到內餡果醬類 現在大家來看的是浮帆 浮帆是專銀果醬的喔 那它很常早餐店都很常用這個品牌的果醬 我個人咧自己很喜歡它的奶酥類 尤其是鹹奶酥 鹹甜鹹甜的很好吃 甜而不膩 我現在試吃咧 是他們滿新的口味叫做芝麻奶酥 這個口味我自己也沒有吃過 我們來吃吃看看 芝麻味淡爛的沒有很搶味 然後不會太苦 不會太苦 因為有時候芝麻加太多 會有一種芝麻的苦味 它反而沒有那種芝麻的苦味 然後可以吃到微微的奶酥的感覺 推薦大家一起來試試看喔 好我們接下來來到另外一個原物料區 也就是色粉的部分 這個色粉的部分相當實用 我自己個人也是滿採用這個牌子的 叫做彩虹 它的色粉相對來說比較細緻 有時候在烘焙坊買到的雜牌 顆粒就比較粗 當你在樓記麵糰裡面的時候 會非常的費力 但它的色粉很細緻 但缺點就是 他們家的色粉比較容易受潮 所以他們家的色粉 每一罐都會附那個 防潮的那個小的包裝 但是這個就沒有了 這個盒裝的部分 只是四公克一袋裝 這是很少用烘焙的人可以買的 另外在張昌牌的價格通常都會低廉很多 今天在張昌牌的價格 是外面標價的八折左右 所以如果有常常使用色粉的人 可以考慮到賣場這邊來入手一罐喔 最後最後我們來到明禎 他是一家內餡的販賣專家喔 百年的歷史工廠 那我們可以看一下販賣的種類非常非常多 我自己個人也很喜歡用明禎的內餡 可以看一下齁 我自己蠻常用的是比較常用的這一款 它的內餡成分都很單純 沒有你那些看不懂的那些 拉一拉扎的化學式 那成分就只有這些都是 我們看得懂的東西 而且都不是什麼化學添加物 都是原本的原物料製成的內餡 所以很推薦大家 如果真的有需要內餡的話 可以到明禎來看一看喔 不過明禎的內餡呢 它最少的就是一公斤裝 所以說如果你真的有需要的話 最少都必須買到一公斤裝的餡料 那當然如果你是需要很大的原物料的話 這邊它還有三公斤 十公斤的包裝都有喔 當然也可以做客製化的餡料 在現場都可以跟他們業務做洽談喔 來到這裡啊 避免不了一定要買這些半手禮回家的 記得來這裡之前要先做好功課 有一些烘焙類的小器具啊 像是模具刮刀等等之類的啊 在這裡買其實並沒有比較便宜喔 稍微注意一下價格 可以先上網比價一下 在這裡買的好處呢 是你可以先摸摸這些東西的材質 看好它的尺寸跟大小 那價格沒有特別便宜 但是如果像是器械類的東西 攪拌機、果乾機、烤箱這些東西咧 就可以考慮在一樓做購買 因為這邊都是廠商自己出來擺攤的 你在這邊買的話可以拿到更多的優惠還有贈品喔 另外原物料的部分咧 也是他們廠商自己出來擺攤的 所以如果你是烘焙的廠商 需要這些原物料 都可以直接到四樓 跟他們的業務自己做洽談喔 那喜歡我的影片 記得幫我按讚、訂閱、分享 並且開啟小鈴鐺 有什麼問題 記得在下面留言告訴我們 我們下次再見 掰掰